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棉被工作坊起源于我们的创办人李林树先生 因为他是棉被 制作棉被是他的起家的工作 因为有棉被工作的制作 才有目前的这个我们桃源教养院 早期是属于就是原住民 那时候是比较注重他们就是从山上下来 然后就找工作就业不容易 所以那时候就他又创办了三地协议所 所以就帮助原住民在我们平地工作的这一部分 然后后来整个我们的政府开始在重视了 就是在我们身心障碍这一部分 所以相对的在那个时候 创办人就把整个重心就转移了 就到身心障碍这个领域进来 机台电源这边都我们老师在操作 因为小蝸牛跟我们的服务使用者蛮贴切的 因为第一个动作慢 学习慢 他是寻次渐进的走 没办法说像我们一般正常人 可以快速的行动 因为他是真的是行动很慢 但是只要有心 他还是可以达到目的 短短的几年下来 但是我们的 从我们的孩子身上 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精神 还有老师的愿意辅导他们 协助他们 相对的我们都看到了成果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取名小蝸牛 我们的第一关呢 是我们的丝棉花的动作 那我们丝棉花是我们棉被坊一个 比较最基础的工作 入门的工作 因为第一看他能不能站得住 站得久 那如果他有学生有这个耐性的话 基本上通过了我们第一关之后 你就会来到我们第二关 那第一关主要是训练一个手部的动作 撕棉花 大肌肉 小肌肉的动作 如何去凝职的运用 抓跟眼 手跟眼的协调性 那像比如说 我会教导孩子 在那一个不要超过绿色的线 因为棉花放得太满的时候 我们的机器会阻塞 所以我们这一关主要有四个到五名的学生 可以站在侧边来进行学习 那主要我们会告诉他 第一不要超过那个绿色的杆子 棉花只要稍微超过太多棉花的杆子之后 我们机器整个后面会堵塞 所以第一关是我们最重要 也是最基础的工作 这个部分是不需要学院生去做协助 是以机器为主线 那它就是把棉花梳开之后 把它剥成一片一片的 那成型之后 就会上来我们的入眠机 我们的孩子其实 就是我们以工作职场来说 是不同于一般的 我们必须去适性的去调整 包含我们必须兼顾到孩子们的身心灵的一个状况 他今天如果假设有情绪来了不适合 那我们可能就会说那某某同学可能就是 先坐在旁边去做休息的动作 那一般就是有产能一直有一个进展的机器在动 他不可能为了你一个人去停下来 但是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是 孩子他可能做一做今天情绪来 他可能就会突然跑掉 或者是他上厕所他就自己跑掉 然后上个厕所回来 可能又忘记自己刚刚在做撕棉花 他可能看到有别的班级 你在进行别的活动的时候 他可能又转而投入到另外那个活动过去 所以说就是这就是我们必须去 兼顾到孩子们的特质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每一个关卡都必须设置一个教保的人员 或者是社工人员 去做带领的辅导的动作 这样 板子在动的时候把棉花按住 用力按住 板子塞回去手就可以放了 好 然后把棉花收好 脚尾反折到车口的位置 转过来 固定好就可以开始封口 学生目前我有在训练他们练习 就是单片 单片的平车在踩平车车缝 他们现在是 因为棉被封口要两片接在一起 他们还没有到这个部分 他们现在只能做到单片 单片直线车缝的部分 然后我们大概平均每10件 我们就会抽一件来秤重量 看是不是符合我们重量的需求 因为我们这一批的订单是在三斤半 这样子这是我们胜负两两的重量都在标准值 所以在三斤半这边就是OK的 如果重量不够 我们就要去机器那边数据要再调整 所以就像这一件这样就是可以的 就每一批棉被的重量 我们会根据订单 他们设定要求我们的重量去做设定 那他们这一关主要是做一个入备胎的动作 那主要是训练一个学生跟学生一对一 他的一个协调性的能力 还有他眼睛看不看得到棉花 倒得到上来机器滚上来的时候 他能否手跟眼去对准那个棉花 他入到被套的一个动作 当然在入备胎的一个过程当中就需要两名院生去做一个协调性的动作 那最主要是看他们两个培养一个基本的团队的合作 目前我们对于机器的安全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们在风口的风口这一关上 原则上还是由我们的教保人员叶老师来做一个操作的动作 那前面可以看到我们站的一个院生 他其实是目前是先观摩 就是看老师怎么去使用这个机器 因为这个机器也是一个手、眼、脚三方面的一个协调性的动作 因为包含了踩 他要怎么踩 然后线对准要怎么对 直线怎么车 所以其实这一关是我们里面算是蛮困难的一关 就算是进阶的关卡 那我们现阶段还是考量到院生的安全 那我们还是由我们的教保人员为主要的 就是为他为主轴去做这个车红的动作 我们目前呢就是有设计两个专门做枕头的主具 那首先呢像以小慧来说 他就是站在入棉机后面一点点的位置 等待棉花上来之后呢 就是教导他如何折一半 然后把它塞进去 塞怎么塞 往前一前一后 塞 好一二一二一二好 你这不能抓太用力喔 会这样子有没有 要小力一点 他们的愿望其实 其实蛮 我觉得蛮简单也很满足 就是从孩子们的笑容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满愉悦满快乐的这样子 因为他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个目标 他们不管我们今天做出的效率有多少 但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 让他们不断的去激发他们是在教养院里面不只是教养他们 而是不是只有就是养育他们基本的食衣住行育乐 而是带给他们一些额外的教育的意义 这也才是我们就是投入这份工作有双重的意义 然后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 生活上也是跟我们一起互相的去成长这样子 在目前为止 因为现在冬天嘛 其实支持购买我们棉被的人 一些公益团体都有了 可是我们现在未雨绸缪都是冬天过完了 那夏天怎么办 夏天没有人在盖厚厚的棉被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我们现在其实就已经开始在想 夏天我们要做凉被 或者是凉用被 所以也希望在这个冬天过完之后 大家也可以来再支持我们 小蝌牛棉被工作坊的两被 我们想说其实棉被就是暖暖的意思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大家想了一个口号 就是一床棉被两被爱心三份温 所谓的两被爱心就是说 支持购买我们棉被的人买 一床棉被就等于给我们的服务对象训练的机会 这是第一份温暖 第二份温暖就是 你买我们的棉被 又将我们的棉被送到独居老人身上 或者是偏乡 或者需要这床棉被人的身上 所以是两被爱心 所以等于三份温暖那样子 压根放 好夹好之后上下再检查一遍 旁边侧边有没有夹好要从哪边 从哪边 从角落对不对 上下拉 好了之后呢两个人要一起抬对不对 一二三 那就是站太后面了才会没办法 好 好再检查一次 鼓鼓了是不是就表示 哪里没夹 对啊 孩子们在这一关主要是 第一棉被的平整性 他要看得到 然后第二呢 平整性够了之后我们要看 孩子们他们怎么压 怎么放 怎么夹 那两边四个角一定要对得到 因为我们这一个缝钉 主要是让它棉被里面的棉花 不会跑掉 不容易跑掉 所以在夹的时候过程当中 棉被的平整性是我们第一 就是最主要专注要看到的部分 那也是让孩子知道说 我们东西夹怎么去夹 那 再来就是看同学跟同学两个人之间的一个默契 因为我们要抬 比如说雅娟来 跟老师一起抬 那我们怎么教他们抬呢 我们抬呢 我们是用一个 一二三 然后让他一起上来 因为他们其实在 动作的协调性上 本身自己左右可能都不协调了 那所以 再更何况说是两个人在互相抬的时候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是训练他们的一个团队的默契 那从这些小生活工作的训练当中 去培养到他们将来就是 在社会上运用他们自己的能力上 好 对准轨道 要往上 好 好 好我们怎么进去 好扣子 扣子一定要扣好 扣好之后呢 好 对 对 一定要拍好 对不对 那我们以目前就是缝钉的部分训练我们的学生做到的动作 是做一个按按钮启动跟暂停的动作 因为目前在换沙壳的这个是比较技术性的动作 其实还是以我们的教保老师为主 那平常的话就是由我们的李老师在做一个主要的训练这样子 拿到缝钉的话就是更困难 他必须要去应变 他就是要有一个喜欢做走动性的工作 甚至是有一个可以跟老师互动沟通 因为当机器没有线的时候 是可以去透过他的表达说 跟老师说没有线了这样子 那甚至去按到那个机关的按钮这样子 我们现在这边是当棉被缝钉完之后啊 就必须做一个包装的动作 然后呢这个包装因为我们车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线头 就是需要学生去做修剪的部分 那这一关主要就是一个剪刀的运用 还有就是找到就是机器他车 他有固定的那个缺口的缝线 那就是必须去做修剪 那我们老师的部分是以辅导的角色去切入 那主轴是让学生他们从学习当 错误当中去慢慢去学习 因为他们一开始剪一定会有 比如说以我们小娟为例 他就是固定会有一个角 他就是没有剪到 那其实老师在做品质 我们当然希望学生做出去的制品是 品质是OK的 而不是说随便敷衍 因为他们是先天性有障碍 然后所以他们做的东西就是一种 好像就有一些缺陷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不希望是给大众这种概念 我们是希望他们是 从生活小小动作当中去学习 让他们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所以其实即使是从剪线开始 我们老师也会去做一个检查 那就是因为线的角位置都是固定的 可是学生他们可能在剪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拉掉一两条 那这时候就是由老师去从旁去辅导 他们去做一个剪线 那剪完线之后就是装塑胶袋 那装塑胶袋的话他们就是 呃我的方式的话是教导他们就是像穿裤子一样 就是有正面反面嘛 那你总是裤子要乔正了才有办法两只脚套进去 所以在教他们如何入袋子的时候 就会告诉他们说 诶就是像你们穿裤子一样 那用他们的语言 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 来引导他们做一些生活上面的训练这样子 台湾家旁边它有一个棉被工作房 那我们来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设备就是比较老旧 之后我们因为我们福人社有所谓的前丘奖计 藏租金的这种计划可以来提 那我们就提出这一个部分来帮助他把它的设备更新 那更新之一就是无非的 有产品就要行销 店里面有想到一个这个idea就是说 来做寒冬送软来送软被 我就我们有顾令每年都要办一个活动 类似这样子的小额的不大 那我就说干脆也来这种泡砖影艺 那结合了我们八个福人社 有我们桃园南区福人社 桃园东南福人社 桃园成功福人社 桃园武林福人社 桃园大同福人社 桃园朝阳福人社 向阳福人社 东阳福人社 结合起来做一个小型的监款之后 集大家小额监款之后 然后因为我们在今年的十一月份 我们所谓的国际福人三五零零地区 桃园分区有去台东原住民部落 去做了一百二十个文化关怀战 这一次的活动 那就是非常感谢我们国际福人三五零零地区 对原住民的关怀以及照顾 那我这边呢就代表台东县政府 原住民族行政处的圈地的同仁 以及我们台东县所有的原住民 在这边表达感谢之意 那预计今天的活动可以顺利 谢谢大家 当时就看到了 那边他们有跟我们反应 那边蛮多 因为独居老人部分欠缺照顾 那刚好在这种软冬之宜 又看到教养院有提这个计划 我才想说 我们来做这样的小额监款之后 希望我们今天的这种情形的一个开始 其他我们社会大众三星人士公益团体 可以一起来享用 来跟我们台湾教育院 买这些棉被 希望大家真的能来这样子 还为一些社会善意 来帮助这些人 在这里我代表了桃園教育院的小巴牛工作坊 感谢社会大众以及热心的公益团体 给予我们桃園教育院的支持 那盼望这个支持的力量能够源源不断 然后当然在这里也特别呼吁 像有一些政府单位啊 你们有的预算 然后能够提拨一点点的 然后给予我们桃園教育院的棉被工作坊 相信对我们在我们的服务使用者的训练 以及他们的工作上会有很大的鼓励 感谢大家对桃園教育院棉被工作坊的支持 期待我们在你们的支持之下 我们更有力气往前走 而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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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